RM 詞曲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我做完了 我的腰也快散了 好美喔 这边是19专户野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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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紅酒的材料有 柳丁 蘋果 一顆13塊 怎麼那麼貴 八角 炒豆蔻 丁香 肉桂 一定要的 月桂葉 還有紅酒 最後最重要的 熱紅酒好不好喝的關鍵就在這裡 湯給他加爆 有些人覺得熱紅酒很難喝酷酷的 那就是因為他糖加的不夠 沒有全部都要倒下去喔 倒一點點就好了 只是我去中央行買 他一次就買一兩一兩的 呦 阿咧咧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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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好香喔 這個 感覺我們熱紅酒還好一段時間 我們現在去塗聖誕樹吧 好浪漫 我做完了 我的腰也快散了 它變亮了 我覺得很浪漫 太棒了 為什麼我會買這個有玻璃球罩的版本呢 因為別忘了我們家裡有一隻貓 聖誕樹跟貓這種東西基本上是不能共存的 除非要拿個東西保護好它 朋友送的麻糬 超可愛耶 前面還有個鈴鐺 好開心喔 我們要進去吃了 好開心喔 我要繼續吃了 大家 還沒有晚安待會見 我剛剛想說 難得弄那麼漂亮的東西要趕快敲位置拍 海上漂亮的罩 結果翻倒大王間又翻倒了 這邊就是剛剛那個熱紅酒印 幸好沒有很明顯 還好啦 戶外用品就是要髒髒的才好看 因為今天是聖誕節嘛 我就在講一些聖誕節的一些小故事 很多台灣人都會想要利用這段聖誕節的時間 去歐洲玩去體驗一下 歐洲那種浪漫的聖誕氛圍 在雪地裡面吃了聖誕大餐的美好想像 但是切記各位 千萬不要在平安夜跟聖誕節這兩天去歐洲玩 沒有人會理你 因為所有的店都不會開 甚至有可能平常禮拜天都會開的店 他們也不會開 因為聖誕節之餘歐洲人就像是新年之餘我們一樣 大家都在放假回家團圓微露吃飯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嘛 聖誕節大家都回家團圓了 那我們這些異國遊子留學生跟外籍勞工們怎麼辦呢 那如果是留學生的話 基本上他們是不會回家的 因為再過個一個月不到就是寒假了 聖誕節跟寒假的中間還有期末考 他們根本是回家也沒有心情去玩嘛 所以大部分的留學生都會流來歐洲的城市裡面 我一直到工作的第二年都沒有在聖誕期間回到台灣 到了第三年疫情就來了 所以我呢工作了三年多的聖誕節都在柏林度過 柏林的人口結構呢 我不知道聽誰說好像有差不多80%都是外來人口 也就是說家人不在柏林的 所以到了聖誕節的時候柏林就會變成一個空城 你走到哪裡全部都沒有人 非常的安靜 但是呢在這個網路死城的城市中呢 就是有一間非常老舊的電影院 他還在播著電影 我不知道從哪一年開始 我只要到了平安夜或是聖誕節 我一定會去看一場電影 就這個過程感覺就非常的有儀式感 一個人穿著非常厚的厚外套 踏出沒有人的城市 坐上沒有人的電車 走進去電影院的那一刻發現 哇原來這個城市還有那麼多跟我一樣有家歸不得的人 你會看到那三三兩兩分別坐在電影院的不同的角落的人 就這樣大家一起安靜的看完一場電影 各自回家 就算中間所有人都一點焦急都沒有 回到家的那一刻我還是覺得哇心裡好溫暖 從此之後我就覺得 聖誕節就是一個非常溫暖的節日 但是這個溫暖跟大家想像中的聖誕節又有點不太一樣 今天剛剛好也是在聖誕節的這一天 我就一個人來錄影 喝著熱烘酒 坐著那一個差點遲到的聖誕樹 我就覺得哇今天好幸福喔 希望就是這部影片不要拍得太爛 可以把屬於我的聖誕節的溫暖傳給你們 好啦那就這樣 大家晚安 我們明天見拜拜 大家早安 今天晚上是一個奇怪的晚上 我在半夜三點的時候被熱醒 然後門一打開又超冷 為什麼我的帳篷裡面可以超熱 是保暖太好嗎 然後 我的帳篷 泡螞蟻了 через這一步 喔你有啦 那不是的 4塊 想搜尋 好 老頭 沒手 ��을об 精神 不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